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叫振兴卷 不能叫消费卷 不然狗明星会生气 到底振兴卷有没有效呢 同时也要来谈谈 当然最后的该游是旅游 越南会不会是低谷火水 而在今天也要带你来关系 是解封之后 马上要面对的是健保改革 因为在这一次防疫 健保花了好多钱 我们的健保即将破产 我们刚才介绍 在接下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疯狂技师张母帅 观众朋友晚安 听说你要回去上班了 前两天公司已经征召我了 叫我赶快把行囊准备好 随时随时就要回去上班了 所以要开始启动旅游 对 你知道我现在心情不是太好 为什么 我现在就好像外岛签的老兵 要收账 现在在艰苦 当过兵就知道了 心情还不错 邀请到蔡英雄先生 谢晨彥 大家好 大家好 蔡英雄先生 憲哥 观众朋友 我们头部总监蔡明湘 大家好 邀请到资深医药剂叫胡思青 大家好 好 来谈谈健保到底我们要多付多少钱 我们刚刚来带您关心的是炮炮要破了吗 因为即将解封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防疫股即将要消红呢 蚂蚁熊兵集结好多的股民在疯抢防疫股 但在今天防疫股大跌了 不只台湾的防疫股大跌 美国的防疫股大跌 因为解封季度乐观 所以Netflix的Zoom等防疫股开始出现了重挫 所以陈彦泡泡泡破了吗 基本上这一波防疫股其实涨很多 它不是这两天才开始涨 也不是说它解封才开始涨 但问题就是说那现在谁在追捧 你知道现在全台湾的股民大多数人可能都有买身心股 人手都有 因为现在这些防疫股 你看什么国光森 中化 康纳香这些 全部加起来有70万股民有 我记得憲哥曾经说 它都整天穿来穿去做当冲 对 那竟然7.6亿的一个股本 那成交4万多张 然后当冲78% 怕死啦 每天都要穿来穿去 而且据说现在还有蚂蚁熊兵 他们钱不够 买零股的也有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个 乐潮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买 可是我一张我买不起 我买不到 那我怎么办 我就去买零股 合一啊 这一张这个股票 既然它零股的交易量超越台积电 超越红海 而且你看已经大涨成这个程度了 量已经冲到这么高了 然后大家买零股知道干嘛 现在还没有开放盘松 这是一张在手希望无穷买勒透的概念吗 对 可是过去我们讲买零股 我就是慢慢买要存股的思维 现在买零股不是存股 现在不是 现在是买乐透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泡沫其实在今天已经开始 慢慢的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防疫概念股 整个来讲其实很多都是大跌的 包括康纳香 股升跌了32% 你看跌了32% 康纳香 今天有康纳跌停板 然后国光升 国光升 对不对 也是一样 基本上如果我们特别注意看 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观众朋友特别注意看 这个dash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赚钱的公司 也就是说没有赚钱的公司 过去为什么会成为旁边的焦点 我们实在不理解 希望 就是梦 这个叫本梦笔 然后你看有赚钱的本益笔 既然可以高达332倍 这个不夸张 仰慕法 对 91倍 保龄附警 今天没有念错 保龄附警 OK 生计没有在看本益笔的 生计是在期待救命先丹的梦 对 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商机反映了没有 是股价已经反映了 还是说我还没反映 你看像我们这段时期 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这个恒大 到股价已经涨了多少倍 你看从3 40块到现在 最高190.5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特别出去看 这个叫市场的主力 主力 对 他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他每次进场的时候 都在股价低档 现在高档他已经开始到货了 绝对到货了 已经开始到货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国光生 大家在讲疫苗 可是问题是 一家没有赚钱的公司 疫苗真正话说什么时候会出来 可能是明年 话说明年 对 但是你看 随着股价每次大涨冲高 主力就出调节 每次股价大涨冲高 主力就出货 对 他就开始调节 而且你看今天是一个要解封 疫苗是不是最重要 那照道理我们今天进去买是对的 可是实际上早上开盘没多久 我们特别注意看 9点20 没多久就开始跌停了 然后要卖出的张数8989 排队要卖出卖不掉 那明明是要解封是好消息 为什么 你股价反而大量的抛出来 其实是因为股价早就已经反映了 所以这些股价其实反映的 不是疫苗什么时候出来 不是药什么时候出来 而是反映那个恐惧的情绪 那当解封即将启动 那就代表恐惧情绪已经降低了 大家就会怕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热潮还是在 所以资本市场还是 你股票市场我已经炒多了 但是资本市场不是只有股市 比如说我有GDR 我可以增资 我可以发行可转债 你知道现在所有的上市公司 他发现股价炒高了 像国光森他就说 他要来发GDR 50亿 然后其他还有要增资的 要发可转债的 现在市场出现了生计募资潮 就是募资潮 这加起来100亿 也就是说你买股道股票 没关系 我还是有办法想办法 从你身上弄钱 那像最近这个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瑞茨 他就做那个检测试剂的 检测试剂 那他已经美国送样 4月就送样到美国了 他说只要核准回来 我马上可以量产 而且我公司就要转上市了 不得了 公开申购价48块 我们来看一下股价飙到了 但是股价 最高飙到151.5对不对 好 那现在是105 那我只要抽到我是不是赚快7万 而且更夸张的是前面先竞拍了 已经先做竞拍 你知道竞拍的时候最低80.5 最高竟然拍到550 550 现在最高才151.5 他竞拍最高就拍到550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股热潮 市场疯了 真的是疯狂 当然这股热潮也不是只有在台湾 整个国际股市的一个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去看 这股热潮在美国更夸张 这些全部都是生计相关的股票 然后你看这一季以来 这已经涨都是四倍三倍的 这个都百分比 但是仔细一看全部dash 有人说 全部没赚钱 是你们节目资料没有跑出来 不是啊 是因为通通没赚钱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泡沫 然后之前我们在讲防疫的时候 我们最常提的是不是就Zoom 视讯概念 对不对 然后讲到这个Netflix网飞 那我们看一下Zoom 已经无法再创新高了 股价已经开始回挡修正了 网飞我们也来看一下 那看一下网飞 看一下网飞 你看一样嘛 这已经连续几天下跌 一二三四 五个黑黑棒了 对 所以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 防疫的这种概念 资金已经开始转移 好 那这个泡泡如果破了 钱转到哪里 实际上这一波 市场的资金是藏到甜头 为什么呢 你只要有概念 有没有基本面 不重要 反正一路炒 市场绝对可以炒高 所以先下车的这些阻力 他就想接下来 还有主题吗 你生计完还有什么 振兴券 那振兴券是什么 不就吃喝完了 那他会花在哪里 不就饭店呢 对不对 餐饮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上市这上柜 上市的我们看观光类鼓 过去最惨的 现在开始飙了 现在最强 过去最惨的 现在最强 一句话说 你杀不死我的 必死我更强大 所以你看一周而已 一周而已 远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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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没有本一比 我还是跟各位讲 没有本一比 然后这是上柜的 各位注意看观光类鼓 过去我们很少在谈 因为第一个 他每天的交易量比较少 股本小 但是实际上 一样飙涨 那我们现在胸股要不要 跌流行 基本上还是一句话 上市520跟大家讲 你要激情 要快乐 要短暂的愉悦 可以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眼明手快 你自己要眼明手快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稳 实际上还有一批主力 他重视的还是基本面 那主力喜欢做上柜的股票 所以我们看上柜的股票里面 我们帮各位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排序 最近一周上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他其实这里面 还是有相对稳定的 譬如说像本一笔相对偏低的 我们也发现这几个股票 也有跟上产业的趋势 你看像宜特做IC设计 对不对 优群 优群是 连接器 电子的 现在资金会往这个方向走 还有像海运电 有没有 它的本一笔才13.9 做电源供应器的 还有像这个顺达做电池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 帮各位看一下优群 那你看这个就是今天 它在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它长红可以吧 本一笔其实并不高 本一笔 它虽然大涨 但是它本一笔不高 它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本孟比 而且重点是主力最近 才开始进场 那还有海运电 我们也很快帮大家看一下 海运电 你看虽然说它已经涨一段 可是实际上我还是强调 本一笔并不高 而且主力都才刚进场 所以现阶段 我们如果要操作 我们希望稳定一点 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盘面已经开始 出现解封行情 而在我们的市场上 是不是也开始出现解封行情呢 因为我们的振兴券还没有发 但我们看到人潮 确实慢慢开始拒绝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振兴券到底能够振兴到谁呢 振兴券到底怎么领 公民心说 如果你是低收入户的话 我直接就拨三千块给你 但如果你不是低收入户的话呢 昨天我们也谈到 还有各种各种方法领 非常非常复杂了 那振兴券要在暑假上 有人就问说 那为什么要等到暑假呢 现在不是就要解封 六月七号就要解封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 六月七号就能用呢 我们公民心怎么说 他说 行政院士怎么说 他说我们要累积期待 憲哥 六月七号解封 对 七月才能领到振兴券 是可以累积期待吗 我觉得可以 因为像很多排队店 就是让你这种饥饿行销 如果要累积期待的话 应该到十二月才花 这样的话你的期待越来越高 会有点啊 所以他是讲反话啊 你的期待越来越高 然后到花旷的程度 就转一转到 那些藏三个月 三个四个花月 都没生意了 你要在累积期待 累积你家在乌哥 累积期待 全世界也有种的官员 所以他们的逻辑 你来说是为了要累 我看到这四个自我接着 快要吐了 是啊 我讀金这个 第一次听就说累积期待 我跟你说 好像有地盐消费这个事情 没累积期待 真的 我说真的 这些人 真的你们都真的 真的没接地气 或是因为你们公务人员 薪水叮咚叮咚 切瘦就进来 你都不知道民间的 民间的死瘦 你们真的是 不死人间烟火 你这个时候还要累积期待 你十二月才发 我保证那时候的期待越快 越沉 那个死的死 堵的堵 我跟你说 我还没用 你到这个时候 哪有这种肝炎 这种的症情 既然六月七号就解封 对啊 你好歹也让老板 现在六月七号之前 就可以拿得到 我们你们本来 整个月 想说要高雄这条 对吧 你六月就想起来 七月我们家 因为四个人有八千块 没有啦 万二是够三千块 你自己扶的 对 我们就够八千块 对 我们来刚才一台车下来 七十两天 回去多好 你总说六月本来要去 从来没去 变七月哪去 那个高雄那种 我都在你看 我不是说六月要来 不好意思 刚才有事 要弄硬 我要去摆 因为本来房间要扭 因为都放下 你是一番的人要死你 已经毫毫代补了 不是 憲哥 这个叫期待越高 失望越深 所以到底是累计期待 还是地盐消费呢 特别是 我们昨天谈到 它非常复杂 你要先花钱 去买那一千块的券 然后将来呢 他才回补你三千 怎么回补我也搞不清楚 那么对商家而言 他收到这个券之后 他还要到银行 再去换成现金 反正非常复杂 那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说 其实武汉有潜力 武汉就跟我们搞得 一样复杂 最后失败了 对 结果好 我们在乎的这个振兴券 花销去了以后 把钱变大嘛 成熟效果 他为什么不直接发 两千块振兴券 我告诉你 就坏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告诉你 振兴券还会把钱变不见 我来讲 钱不是要变大吗 怎么变不见 我来说明 套利 好 我们就举 马英九那时候 三千六的消费券 跟我们这样 比如说 我现在赶快 消费券三千六给阿官 然后你给我两千块的现金 跟我们这样说的 没有 三千六就等同现金 就是三千六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 蔡英文的这个 一千块的振兴券 可以购买到三千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跟别人套利 阿官 我这一千块的振兴券 给你 你给我两千块的现金 套利啊 这么套利 我再拿两千块 我把它存起来 我拿到两千 我不需要再去掏一千块去消费 我懂了 以前三千六 反而三千六就是三千 对 不会有人套利 他没有办法套利 但是现在我可以拿一千块的现金 好 对 现金给我两千 要不然 那将来现金去赚另外一千 要不然嫌跟别人套利麻烦的 自己套利 我一家四口 那不就振兴券四张 四千块吗 对 等于可以购买一万两千块 是 我去买一部电脑 然后马上又卖掉 拿回来 我吃亏一点一万块 现金拿到以后 这一万块是我的 套利 那我问你 假如出现套利的话 还有成熟效果吗 没有 没有嘛 当然没有 那把钱变不见嘛 所以本来把钱变大 给他们这些天才 把它变成不见了 再过来我们看一个图 中国这个消费界 没问题也探天 公口要做一下 因为人家武汉做过了 就失败了 我们干嘛 他们就怕学 那去学武汉 不是我们现在不能去武汉吗 我意思是说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 直接发两千块振兴券 说穿了就是 怕人家说 那你这个就是消费券2.0 你去学马英九 所以他要搞得不一样嘛 连消费两个字都不耽用 不能 不能用消费 所以要振兴券 要振兴 但是你去学武汉 刚才刚才好吗 不是说不能去武汉了吗 对不对 怎么把武汉那套学回来 因为武汉也是这样 我们来讲一下 武汉封城76天以后 4月8号解封 马上一批 大概就人民币5亿 台币21亿的消费券 把它奔下 餐饮 商场 超市 旅游 大概也分成这四大例 据说他们也是三倍吗 50块可以消费150块 对对对 民众只能选一次 现在消费50块人民币 但是你金额要到达150块 意思是说你给他拿100块出来 然后政府的消费券50块 到105 对不对 等于这个消费的金额 你自己要出三分之二 不就跟他们同样 我们是出三分之一 差不多 对啊 好 再过来 如果没有能力的民众 一直接就花1800万的人民币 不就跟他们同样 对 都改召 所以公民心是学武汉的 对啊 结果武汉失败了 武汉一堆的民众开始出了 说用消费这一点来压榨 几个月没有收入的人剩余的钱 我们跟武汉无心价不是一样 因为我们为了要想赚政府一点便宜 对啊 你一定要花钱嘛 对啊 我就没有钱 我这几个月都没收你 它封城76天 对不对 剩下存款就剩那一点钱 你在家压榨他 我们是无心价 我们剩下的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你不是压榨他 而且到现在 到现在政府还没告诉我们 那个3000怎么给我们 对 因为昨天我骂说 那你没有告诉商店 商店到底收到这消费券 要怎么样变成现金 他今天讲了 咱长妹妹了 好 今天说好 可以到银行去换 那你没有告诉老百姓 那就是等同现金 那我换了消费券1000块之后 我可以消费3000嘛 好 到底怎么样把那3000给我 我现在搞不清楚 我又要怎么样消费那3000 现在听说 第一个是到邮局 第二个是到超商去 你就缴1000 现金 那我拿到1000嘛 对 他给你三张 我拿到 他直接给我三张 对 那三张里面可能 比如说一张1000的 两张500的 还有那个100的 100的 听说 那如果他直接就是商家 现在最担心的是商家 我都要赌了 我生理越好越快 没有生理要不赌 对吧 所以他现在要学马云九 那时候叫做准货币 准货币就是那一张 印得像钱一样 中央银行印的 你直接拿到台湾银行去 你今天阿冠 你做生理收2万 对吧 你马仔拿一张 那2万 但是你又跟阿姨应该叫 这样 不不 我觉得他学也要学到家 人家大陆消费券有成功的 像这个杭州 杭州 杭州他的消费券的带动效果 这个表 因为只到4月份大概11倍 最后到了5月达到15倍 我告诉你 他怎么做 第一个 你假如要消费券带动的一些 消费效果的话 一定要贴近民众 所以杭州是成功的 成功 他带动了11倍的成熟效应 那贴近了民众的需求 他有限定的时间 然后这个消费券出来以后 你要抢 要去抢 要登记 然后拿到这个消费券了以后 他把它细分 看那一段时间 大家干什么 这个他憋了两个月 出来第一个先吃吃喝喝 所以他就针对餐饮的行业 消费券锁定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大家可能 五一 那时候五一 长假已经过了 五一要放假 可能要旅游了 所以旅游的相关的 这个消费券就出来 所以我不是我们这样 发出来 你去做什么 我不管 你这存起来 然后你要买什么 我都不管 他针对有一个时间 贴近了民众的需求 然后面也不能太大 他本来杭州市政府规划 它是200块的人民币 大家后来发现 不行 这样的话很复杂 所以它最后变成了五十块 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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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张 所以大家拿到了这个十块 因为面额不大 赶快吃吃喝就花掉了 那你反而面额大 我们这一千块 你假如放大到 可以购买三千块 大概一斤打细算 我到底要买什么东西 最重要 搞不好 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奶粉 好几个月都靠这个 那规定不能买 规定不能买 规定不可以买 规定不能买 他规定 蔡英油炎降速塔都不能买 因为他不想创造替代效应 他担心你会重蹈 上次消费券的覆车 就是担心会有替代效应 所以他不让你买 我买婴儿的营养品 不行 那孩子五十块 没关系 好 到底会不会产生成熟效应 真的会刺激消费吗 还是会递延消费 还是会递延消费 员消费 小喷 你不会ennis有外号 看到我们没有 trainees会猿